福鼎市盛产白茶 街头上随处可见茶店伶俐 估计至少四成以上的人口 从事制茶的相关产业 商业活动相当的热络 不过在同一个城市的另一端 遥远的农村 却是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 嗨 奶奶好 奶奶好 乌龄一百年以上的古作破旧不堪 里头住了好几户 小男孩带着慈祭之工参观他的家 你几岁 五岁 五岁喔 那你睡哪里 你睡哪里 你睡哪里 你睡上面了 你怎么上去 爬上去喔 墙壁潮湿发霉 凌乱的床铺上放着刚领回来的救济物资 一个锅子加炉灶就是厨房 白面条拌酱油 是还没吃下肚的中餐 非常心疼 而且我这辈子的孩子有看过 心里很不舍 因为我看到孩子实在是很聪明 可是家庭就是这样子 林先生五十一岁 大零工 妻子有智能障碍 大儿子勉强待在身边 还有一个小女儿 拜托亲戚照顾 他现在小了一个小孩还在姑姑那边 他老婆不会指 你只会指话 走进府顶偏远农村 不少家庭有精神障碍成员 别说谋生能力 要好好照顾家里都有困难 妈妈平常煮饭吗 没有煮过饭 都是爸爸奶奶 妈妈妈煮过奶饭 十岁的林小弟 妈妈有智能障碍 也是阴雅仁士 慈继之工来探望 靠简单的手势沟通 你也挺乖的 在家会不忙做家事 做些什么家事 会洗碗照顾爸爸 环境逼迫 不得不早熟 林爸爸挨磨 声音严重沙哑 人与心肉 我老要感染着你 在海液里面 每一大人 都有这么欢迎来上 茶叶经济带动城市繁荣 市区新大楼 一栋一栋冒出头 贫穷农村 残疾人口多 一户一户 社会底层的心酸 慈继人伸出援手 补助孩子学费 帮助客难家庭 送上爱和关怀